去讲话又要往前迈进一步了吗 促转会公布四组设计 要大幅解构中正纪念堂 怎么才算得上自由开放空间 像是置入山景增加率地景艺术 或引进儿童游戏场都是选项之一 为了还是要破除威权轴线 以及改变象征威权的铜像摆设 但改名归改名 移出铜像又不一样 促转会现在我非常遗憾 仍然是用非常狭隘去脉络化的方式来看待历史 应该要以更高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待两位蒋总统 守护中华民国建设台湾的贡献 两讲议题蒋万安早就不再闪避 毕竟年底台北市长选战类似炮火还多着 而且根据一份蓝营市党部最新民调 在与黄珊珊陈时中三强鼎立局面下 蒋万安支持度仍高达32.7% 领先第二名的陈时中超过10个百分点 唯独在南港内湖 蒋万安输了6个百分点 再度印证黄珊珊选区有够铁 不管民调高低 我都是持续积极的在地方 倾听民众的声音 很多在基层的民众 在这波疫情 很确实的跟我们反映 他们面临的状况 看到对手都在防疫节骨眼上 蒋万安也把焦点转到防疫上 似乎就怕被说是只顾政治 不顾民心 TVB的上回家旗 李学伟李国真宜风伟台北部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